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為我是外省第二代 我在73年我就離開東市 我一直到9月1日地震的時候 我才回來東市 起初也鬧了很多笑話 客人跟我講客家話 我聽不懂 然後我只用最簡單的微笑 帶第一句 現在懂得一點點 不是說也不會說很淺的會 深的就不會了 第一個我就說什麼叫馬康 說第一句話就是馬康 然後一句一句 一天一天就增加了 一定要三些 謝謝 這個是九層糕 自己做的叫做九層 八 這個甜的 這個鹹的 這個是鹹的 也是九層八 這是蜜糕 不是啦 敬禮 不是啦 我是岡廢 在岡廢 明光 地方叫明光 隔壁鄰居就是賣這個燒餅的 那我父親小時候就說 那時候大家生活環境不好 就賺點錢 跟著隔壁鄰居小孩子 一起拿著燒餅到博士山去賣 賣賣他就無聊跟著學 那隔壁鄰居長輩就說教他做燒餅 不當餅就不能剩餅 那時候我很小 那時候我十八歲 十九歲 他三十八年到台灣 參加過八二三炮戰 古年頭炮炸 然後輾轉著 在民國四十八年那時候 四十八年四十九年 因公受傷 送來東四的軍醫院 然後在民國五十二年的時候 在本地退休 他一些同鄉 退伍下來就在大雪山工作 在林務局這邊工作 因為他提早退伍 他沒有退休工 他那時候就在東四的大甲溪 幫忙搬石頭 收點工錢來買鍋爐買油 下來慢慢做生意 好 來 這三個蛋餅好了 絕對決定吃了三年 那個老師就看到我七塊人才 第二天他叫個和麥師傅來 和麥給我看 這個燒餅來源 我背了好大的腦筋 這個灌蛋餅是開始沒有的 就是燒餅 灌蛋餅是 我以後 有一個破雞蛋 本來我再打破 灌的燒餅 你可以不可以啊 甩 晚上弄面膚甩 我們這個燒餅 是甩出來的 不是趕出來的 第一個好玩 小孩吧 好玩的 醋啪啪啪啪香 第二個好吃 第三個好看 小朋友可愛 我賣別的燒餅 買人的燒餅 早期啦 因為這本地 在五零年代六零年代比較窮 那時候我父親做的灌蛋餅 是很少做的 都是說自己家裡養的放產雞 自己拿雞蛋來 我父親放到現場 放他灌蛋 我要求的是酥 因為酥就是要酥脆 不是硬 也不是軟 沒有化學添加物 要自然健康 還有要新鮮 當然我父親他是在本地做了 將近五十年的生意 百五十年的早餐 很多傳統東西 有它的美 有它的自然的美 好高高 因為我在這裡幾十年了 看到東四 我很可愛 我愛情 好地方好 東四人啊 總共七掉 住在這個地方 冬暖夏亮 所以第一個氣候 第二個人心未有 所以我選擇是這樣的 打比賽一分鐘出播 回來接父親的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剛接的時候很掙扎 兩點鐘開始就開始上站長 開始背料 開始面對第一個客人 在台灣很多傳統的東西 已經有斷層了 那我父親這個東西 在市場上 還有它的特色 我就必須要跳下來 好好繼承它的手藝 感謝董事 幫這個支甲支寶 穿個裸 我又穿下去 這三代的 在這個地方 穿起甲 所以我不能忘記東四 東四是我的故 故鄉 請客 請客 這三代的 行為 坐在這裡 最後 著它 座 給它 喜不持一張 水 燈 それで 請客 請客 感谢观看